歡迎收看 《儀式好辣》 好啦 歡迎我們四位帥哥美女 《好辣》 儀式團 歡迎四位 我們接著三位特別來賓 嗨 戴宇軒出新書啊 恭喜 乃哥新書 感謝 乃哥謝謝 謝謝 感謝 當失業時 即時動態 對 現在大家都滑手機嘛 那手機上面有這個限時動態 即時動態 那就鼓勵大家說 如果是在失業的時候 把這一個狀態當作一個 現實的 二十四小時就消失了 但是在這個即時的一個動態當中 可以做一些 把自己更充實 往裡面去挖掘自己的核心能力 讓自己再出發 再出發 好勵志喔 那你這樣講 我要失業一下 不要啊 能不失業都不過吧 能夠更激勵人心嗎 不是很好 這個大家失業 其實就是另外一次 重新的開始 對不對 對不對 更強的動力 感謝 恭喜 謝謝 好 來 繼續我們今天的熱身賽 根據調查 職場菜鳥哪個行為 最容易踩到同事地雷 恐被列為白目新人黑名單 一 理由藉口一堆 二 不接電話 三 一問三不知 四 說話沒禮貌 這個好像都要舉 來 四個選 選一下 請舉牌 白目新人的黑名單喔 一的滿多的 很分三喔 我真的覺得這種 理由一大堆的人真的很白目耶 是 你不會 我們可以交嘛 不接電話有時候真的太累 醫生們太累 睡著了 有的人真的憨聲如淚 他不是故意不接電話 但是真的遇到在隔壁的 他的電話想半夜了 半夜在call 我跟他睡頭一個值班師 他的一直想 結果他不起來 所以他也不是故意不接 因為他一直在打呼嘛 我都起來替他接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我覺得可以原諒 他還找藉口 找理由一大堆 那你說我不是更恨 我覺得就是做錯沒有關係 但最可怕的就是不肯認錯 然後理由一大堆 真的很可怕 因為像之前我就遇過 有一些實習醫生 他明明就不會 可是他就不找學長求救 不知道為什麼 是面子的問題還是什麼 然後他可以有一百種理由 跟你說 我沒有不會啊 我只是怎麼樣 所以我就覺得 對這種理由 藉口很多的人非常反感 我覺得這種理由 有一種反射到什麼 對啊 對啊 我一學院畢業了 哪有不懂的 對不對 但是他不能跟妳講說 我不知道 他找一些理由先唐塞妳 他在想說 這個該怎麼處理 他可能老心就再做另外一個判算 對 我是覺得 我比較不能夠接受那個 一問三不知的 可是真的是人家 真的嗎 你就是要教他 所以乃哥 乃哥你以前看 我們是不是都很討厭 因為我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一張白紙多好控制 你現在要上醫師好辣 你該知道吧 知道 知道 你現在上什麼節目 什麼節目啊 你如果三不知 還有一個講其他別的禮物 借理由 你如果借理由還不錯 你還會你會講話 還有自己的思想 我知道了 就是不能跟笨蛋工作 跟笨蛋工作 我真怕笨蛋工作 你還好 笨蛋中比較好的 因為面試的時候 我們都會裝 你面試的時候一定會裝 溫良公儉讓 你一定是進去之後 才會不自覺把本性拿出來 對 那萬一他在跟你工作的時候 突然哪一個心情不好 就罵髒話呢 這樣子 這有時候人舉的牌 就是潛意識就是那 爛說 我覺得職場很注重那個氣氛 對 你今天第一理由借口一堆 起碼伸手不打笑臉人 他還是會 大家還是 你做錯了 大家還是假裝在那邊嘻嘻哈哈 可是你說話沒禮貌 他直接跟你說 我哪有錯 我哪有錯 哪是我怎麼樣 根本不是我 他全部都是用這種 防更強的防衛心 那整個氣氛就很僵 你要再交下一步更仔細去分析 根本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說話沒禮貌 是真的是讓你要進下一步 再交一點點 有時候都很困難 沒有錯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每一點都有 都有他的那種不同的感受 是不是 好 到底我們今天 白目的這個黑名單 第一名是什麼 來 3 看到沒有 你們真的會觀賞 真不愧是老江湖 真的 是不是 很辣 他是網路上的一個大數據分析 有點語情分析一樣 是 他就把新人白目的 十個最討厭的新聞寫出來了 一 很多人寫一 理由一大堆 不過可是在統計裡面 他其實連排前五都排不上 他排第七名 因為大家都有當過新人的經驗 是 新人被主管責罵 很少說是閉口不認錯 馬上認錯 對 總會講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 每個人都有現場的經驗 對 所以大家對這項 他反而能夠比較忍受 忍受 所以他排第七名 不接電話 有人講嗎 有時候他真的很忙 或他可能不在位置上 是 所以他就往前來 他排在第五名 3跟4 都很討厭對不對 對啊 講話沒禮貌 他排在前三的 前三 講話沒禮貌 好我就不跟你講話 我就做我的事就好了 我就不跟你來往 你說你的我做我的 我不要去招惹你 一不一樣 一問三問 陳醫師 如果你記得問你的這個 助手 住院醫師 你的這個主責護理師 我們第三床 病人怎麼樣現在 你還沒發燒 第三床有病病人 有住病人嗎 對 那是領異事件 是 陳醫師第三床 是你的病人嗎 對 這個就不是說 這個很奇怪 它會影響到你的工作 我們昨天兩個 分配到那個任務 你現在準備怎麼樣 我跟你一起做 不是你自己一個人做嗎 我有跟你一起做嗎 這個就很麻煩了 所以他可能很客氣 但是你會覺得 你的工作會被影響 另外很多人會覺得說 一個新人 你問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代表你對你的工作 是不尊重的 是有問題的 你不準備的 再怎麼樣 你主管不會問你一個 超過你的資歷的一個問題 問題 他也知道這個問題會教你 哪些該問你 哪些該教你 他問你的基本上 應該你要知道的 所以一問三不知 是在職場同事或主管裡面 最受不了的 大家認同我了吧 大家認同我了吧 認同 你不會是長輩 好啦 這每一個人 都已經當過了這個職場的菜鳥 就像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我跟胡瓜 他做百戰百勝 我們在旁邊之後 來來來來 乃哥去跳 我們就去跳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菜鳥嘛 對 慢慢慢慢一步學 跟著別人看別人主持 怎麼過那個過程 都一樣啊 對不對 你說星宇 他以前根本跟這個 跟這個環境 是完全沒有那個 沒有連結 是不是 因緣際會 對 當然今天職場菜鳥 我們在醫院裡面 也有很多所謂的 生存的一些美感 一定有 醫學院畢業了 或者是哪個學校畢業了 哪些的天兵 是最雷的 好 來 新手上路狀況多 插錯洞 天啊 有可能嗎 來到密尿科實習 總不能連尿管 尿管都不會插 對不對 實習畢業一定要讓你 會插尿管 當然 如果你連難病人的尿管 都能插錯洞 那我也是扶了你 難病人耶 插錯女生的 倒是十有所聞 那一般我們尿管 大概都是二接頭式的 對 就是有兩個頭的 那一個地方 是用來固定的 我們會打水球 打氣進去讓它固定 我們把尿管放進去以後 我們就會卡在這個 膀胱跟尿道接口 這樣尿管 把它卡住了 就不會滑脫了 那另外一個頭 就是接我們所謂的尿帶 是 讓尿可以引流出來 是 那好 但是我們密尿科比較特別 我們有一種 三叉式的 這種三個頭式的尿管 什麼作用呢 這個頭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做尿道 做膀胱手術的時候 我們如果是外面開刀 血流出來 可以擦掉抹掉 但是如果像是 攝護腺手術 膀胱腫瘤手術 這些 血在膀胱裡面泡著 因為我們不會隨時隨地 都在排尿 對 所以血就會激在膀胱裡面 那這個時候 這個洞就有作用了 這個洞就是所謂的入水口 我們就會掉一包生理食鹽水 讓水流進去 那把這個 血尿 給它沖洗出來 隨時隨地 就可以沖洗出來 不讓它在裡面 形成血塊 那大家再看一下 這個尿管開口 大家都以為 尿管粗粗的一根 好像是很好引流 其實不是的 它真正有作用 只有 對邊頭上面 這個洞 小洞 就只有一個小洞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 一個一栖栖的血塊 只要像小指頭這麼大血塊 塞在這個洞裡 就堵住了 就堵住了 有一天我就去查房 我就聽到我隔壁 不是我的病人 我隔壁簾子裡面 然後有人在那邊 一直 雞蛙子喊叫 對 雞蛙子喊叫 一直喊叫 我就去看 就看到我們寶貝的實習醫師 他在那邊 因為這個是苦力活 沖洗尿管 這是苦力活 所以通常就是派實習醫生去做 我們大家可以想像 要抽10cc的水把它打進去 再把它抽出來 沖掉 再抽10cc新鮮的食鹽水 再打進去再抽出來 想辦法利用這個 負壓的原理 把那個血塊給它抽吸出來 再打掉 結果我那個寶貝蛋學弟呢 插錯了 插錯了 他插錯洞了 我們通常是把這個大的出水口 把它拔掉 然後從這裡 灌水吸 灌水吸 對 這樣才吸得出來 對 因為那是排尿的地方 這是排尿的地方 大洞嘛 對 他寶貝蛋 他從這個入水口 本來在滴那個食鹽水 一滴一滴的食鹽水 他在這邊 一擠噴著整個臉 噴著病人都是 血水 然後又抽又抽不太出來 然後又在那邊罵 一直搞了老半天 然後我看了我實在是不忍心 我又走過去拍拍他 老弟 讓大哥我示範給你看一次 這樣子洗 這樣子洗 一盤一盤那個黑色血塊洗出來 感動得不得了 他 一臉那個血尿 他跟我說 老師謝謝你 人生路上 你和我 總有三人行 必有我是 真的 還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實習是非常重要的 實習醫師 好重要喔 才情有可原 實習醫師他可能沒有問 對 要學 問清楚新醫師 他的主治醫師 說老師 哪一個洞 哪一個洞 問清楚 所以又說不此下問 好不好 對 因為畢竟像我們 我們以前是 我也是護理師 你有幫人家擦護管 我有實習過 可是我們以前在學校 都是從課本 或者是有一個什麼 模型的 讓你去安妮嗎 去使用 而不是我們學生 互相擦尿管 不可能 所以 對 所以如果假人 是安妮還是誰 因為我們像打針 會互相打針 這樣練習 可是尿管 真的不會有人去實際 操作同學 所以我們一定是到職場上 我們才真的有 接觸到真正的 需要的病人 去做這個 執行這個任務這樣 然後我一次實習的時候 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術後 他解不出尿 然後我就幫他掃了 那個腹部超音波 發現說他剛剛超脹 我就去跟 跑去跟老師講 對 然後老師 就跟學姐一起帶我過去 幫那個病人 女性 然後做單導 然後我就超級緊張 因為我怕我找不到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別人的 就實體的那個 那不都一樣嗎 可是我沒看過 我不可能拿鏡子照自己 我沒有看過 我就很緊張 然後因為那病人比較胖一點 我就去消完毒之後 我就很緊張 尿管準備好了 我就把它掰開 然後我在找 我真的找不到 因為找那麼多 到底是哪一個 到底我要查哪一個 哪一個入口 然後我就要 我要進入的時候 那些老師在旁邊就 就跟我說叫我停止 他來就好 他來接手 他就 就是也跟那個醫生一樣 很耐心地教我說 到底是哪一個洞 所以從那次之後 我就知道說 原來是那個洞 應該有大有小 我覺得很難分辨 真的嗎 真的 陳醫師你笑什麼 我也沒看過 可是太胖的病人 基本上看不太到 尿道太高 而且其實尿道口真的很小 會不會你會覺得那個 好像沒什麼 那好像是陰道的一個咒子 可能就覺得一插一道 比較容易 因為比較 隨便插都會到陰道 對 所以就是當下 我就從歷史之後 我就特別感謝那個老師 跟學姬 我就會了 然後我就是還有發生一個 就是更可怕的事情 因為也是實習的時候 因為我們要到每一站去實習 然後我有到婦產科 超可怕 那婦產科一進去 那個老師叫我們進去那個 看那個產婦生產的過程 然後我剛好又站在那個搖滾區 正對那個寶寶出來的那個位置 那個出口 對 我真的是搖滾區 那個醫師一撿 然後那個寶寶出來 那個血一出來 我直接暈倒 我就這樣 我真的暈倒在地上 嚇到嗎 嚇到暈倒 真的很震驚 然後就暈倒 結果一起床之後 大家同學一直笑我 不會 從那次之後 我就不怕血了 其實我們自產科醫師 對於就是昏倒這件事情 真的已經很吸引回家 對啊 我大概沒半年 每一年就有實習醫生 來我們這邊跟生產 因為他們大部分 我們都會讓他們 就是你所謂的搖滾區 站在學生的後面 對 然後就是看整個 生產的過程這樣子 那這個是他們學習的 其中一個部分 那我覺得跟自然生產 都還好 因為自然生產的時候 昏倒的時候 其實人比較多 那我比較擔心的 其實是我們有那種 在剖腹產的時候 我們都會請實習醫生 上來幫忙 那其實就是做很簡單的事情 幫忙抽吸羊水跟血水這樣子 可是有些實習醫生 真的是看到那個 羊水跟血水從肚皮化開 那個瞬間爆出來的時候 天啊 那真的是直接就是往 你會很怕 因為我們都是無菌的嘛 所以我們之前 已經有遇過幾次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學習到了 我們就會變成是 一手擋在他的那個胸口 然後一手 一腳 然後放在他的小腿後面 把他往後撥 對 然後讓他往後倒 對 你讓他往後倒 你往後倒之後 他在地上昏倒就算了 隨便 反正有麻醉科醫師在旁邊 後面有放軟電就對了 就是讓麻醉科醫師來處理 那其他人就 我們就繼續先處理媽媽 對 那關於就是 就是女生尿道陰道跟肛門 因為其實真的都靠得很近 是 所以其實就是 護理師在放那個倒尿的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真的很容易會搞錯 就是陰道跟那個 尿道的部分 對 而且有些女生如果他的那個 處女膜還在 就是陰道口其實是很小的 有時候其實不一定會 真的看得清楚 分得很清楚 對 所以會誤會是蠻正常的一件事情 對像我們之前在教住院醫師 就是我們要那個做那個 子宮頸抹片的時候 因為打開嘛 那我們就是要看到 確定是陰道口的時候 我們再放鴨嘴進去 那因為像我們自己的學弟啊 就是在第一次練習的時候 因為放女生嘛 畢竟都會很緊張 那個女病人剛好也是第一次 要做抹片這樣子 剛剛會放錯 對 所以那個時候就跟他說 先放輕鬆喔 屁股放輕鬆這樣子 然後我們的學弟 就也是這樣慢慢的放進去 然後我們都有跟他講說 就是我們要打開鴨嘴 這個過程會很痛喔 那病人一聽到時候 就覺得就很緊張 肌肉就開始夾了嘛 是 那他只要越夾 我們的鴨嘴就會放得越深 他就要打得越開 所以他就越用力 他就是整個肌肉 就是陰道肌肉又會緊縮 對 所以就會一直想要 把那個鴨嘴給往外推 那所以我們就 一來一往 然後病人就大叫 說怎麼會那麼痛 這樣子 我們就也覺得很尷尬 就只好跟學弟說 來來來來 那你先後退來 就安撫一下病人 對 所以我覺得 就是放錯動 對在女生來講 真的是 女生的性器官這方面 真的是要很小心 男生的尿管好放 還是女生 有沒有分別 還是都一樣 女生 理論上是女生 女生好放嘛 對不對 男生看你尿道多長 有的人很長 然後又有一個 攝護腺那邊有一個很大的轉彎 三十度以上的話 常常受傷 要放那麼深 要放到膀胱 穿過尿道一路到膀胱 感覺好痛 所以 對 很遠 感覺很痛 所以是不是放越久 越驕傲 因為路徑比較遠是不是 這個理論的話 尿道短的男生就好了 尿道短的男生 反而就比較幸福了 鼓勵一下就好了 真的耶 因為我們自己有長輩 我們有父母親 早期 他們住院的時候 難免會碰到這種 擦尿管 是不是 要倒尿什麼等等的 我一直不知道 好奇妙 怎麼可以擦個尿管 擦到膀胱裡面 然後讓尿排出來 很遠 那我們又看到 那個尿管 其實不細耶 對 真的不細耶 你看我們尿道口 那麼小耶 所以很痛啊 有用潤滑的嘛 就像人家灌香腸有沒有 很細的那個 很細的那個 所以我們有麻醉的潤滑劑 不會這麼殘忍的 剛剛乃哥講說 女生兩個開口 怎麼會搞錯 大家聽到臨床上 你們或許會看到 有一些什麼報道說 什麼放錯 這個真的是太菜了 亂搞 其實臨床上的任何的案例 真的是太多了 我碰了一個老太太 她就是急救後 在急救室 人都昏迷了 就會請護理師幫她擦腰管 怎麼擦都擦不進去 她找學姐 學姐擦也擦不進去 學姐說那找醫生幫忙 醫生去擦了半天 也擦不進去 醫生懷然一想一看看呢 她那邊的結構 因為她老太太很鬆弛 所以她那邊的位置 其實都不太對 而且她加上有個很厲害的子宮脫垂 大家都把那個子宮頸 以為是尿道 有時候你沒有 我會掉到那麼低 所以有時候 臨床上 確實它的多變樣性 所以有時候難免有時候 會有的時候不是那麼順利 我剛剛突然想到這個 布醫師講到這個 鴨嘴的這個使用情況 鴨嘴正式叫這個 叫陰道擴張器 那之前有一個婦產科醫師 他在幫一個婦女做一個 這個下體的一個小手術 然後廚師做做做做做的過程 他本來就是 沒有用到很大的鴨嘴 就是局部看看就這樣 中間做了有點小狀況 病人也是清醒的了 瓢瓢病人就開始動了 他也會急 所以他可能要出血怎麼樣 所以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他就馬上請他的一個助手 快點快點 鴨嘴鴨嘴 然後旁邊人就 因為那個手術 本來是不需要鴨嘴的 鴨嘴 鴨嘴 醫生就一直在吹 醫生 快點快點 鴨嘴鴨嘴 所以有兩個人就 跑到上面去 真的 反應多快 你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 我沒聽過 我想那個狀況一定很好笑 病人是醒著的嗎 他當時一定有叫 局部手術 他一定要有叫 這個醫院很奇怪 很奇怪 對不對 大家我們現在講一下很輕鬆 其實在醫療的現場的時候 很緊急的時候 有時候會出一些狀況 現在有時候想起來會好笑的 因為很資深的一個助手或怎麼樣 大家可能很快就反應過來 那如果是一個很之前的 宿前準備沒有備這個器材 臨時要要個器材的話 他就想到鴨嘴還一直在吹 因為我覺得任何那種要侵入式的 我都很害怕 然後我超級怕打針 我其實很怕打針 不是說多痛 是我不敢看 是 所以我每次要打針的時候 我都問說有沒有那個很厲害的 然後我有一次住院 我前一天就知道 我隔天凌晨五點要抽一個血 前一天幫我打針跟抽血的那個護理師 就是很有經驗 就是他都不會痛 我就覺得很OK 也是差不多四五點 就明明糊糊被叫醒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就看到那個護理師 我就覺得應該OK 但我還是很怕 所以我就不敢看 我就抱著我的棉被 我想說他很厲害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這是怎麼那麼痛 然後我就突然感覺那個針拉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是好了 好了我就敢看 然後好了看之後 我就看了那個針 因為它是要抽血 那個針裡面是沒有血的 我也傻了這樣 可是前面不是那個護理師 護理師在我的旁邊 前面有一個很人心的醫生 是我沒有見過的 然後我 因為我真的嚇到了 又就很痛 我就說 我說真的太痛 我怎麼會那麼痛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個護理師就說 我們剛剛就是意思是說 沒有找到 沒有插到那個血管 就是還要再一次 就再一次這樣 然後我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拜託你 我就說拜託你 我說因為我很怕打針 我說你這次一定要成功 然後我又裹著我的棉被了 我就開始準備要裹著我的棉被的時候 掉眼淚耶 它就突然就是兩顆眼淚就這樣掉下來 然後我就傻了 然後那個護理師也傻了 然後在凌晨 就是大家都有點就是 不是很清閒的時候 然後那個護理師姐姐就說 那沒關係我來好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在跟我講 還是在跟那個人 還是跟那個醫生 當然是跟那個醫生 沒關係我拿走了 是不是 然後我當下做的第一件事 還是先把棉被摸著 我就不管是誰來 我都得摸著 因為姐姐打針給我 你給人家醫生好大的壓 好大的壓 我這個也算型了 我有一次去抽血也是 一個女的推輪椅過來 年紀輕輕的 大概我看也大概三十歲左右 叫還沒有打喔 叫的我要整個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抽血那個地方 那會是遇到我嗎 那都一兩百個人耶 他也不在乎多少人 叫到我就好像殺他一樣 為什麼抽 那個那個那個 他們現在醫院都有那個叫什麼 外 那邊叫什麼 像那種 社工 不是社工 就是那種志工 志工 也不是志工 傳送員 對 送藥的那種 送藥的 推輪椅的 那種 就一直在安撫他 抱著他不要怕不要怕 好多人安撫他 我說這奇怪 他從小長大 總共打過蠻多針的吧 可能因為 怎麼過的 可能因為之前失敗太多 是不是有陰影 有陰影 有些人他可能血管很細 很沉 很細 而且不容易找 對 我媽媽就是這樣子 所以每次打針都很辛苦 要找專門針都會打 要找那個什麼 細的針 有一種細的 小朋友的針 有一種細的針頭 軟針去打 對 比較容易 對不對 那個有時候你去醫院的時候 其實有實習的護理師 他們是有告知義務的 他會告訴你說 我是實習護理師某某某某 那我今天要幫你抽血囉 他會先告訴你 所以你就會有心裡預備說 這實習這菜鳥 這可能也要準備 要準備 你要非常有準備 可能一次不會成功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是去 就是去見檢 那他們也是有實習的護理師 那他就很開心的告訴我說 我是實習護理師 然後兩隻眼睛看著我 就是好像說 如果等一下 多多包涵 然後我也做好準備 就是說我們總是 誰沒菜過嘛對不對 當然要讓這些菜鳥的護理師 學習 能夠有沒有 三折功成良一嘛 然後你就發現說 他的手 微微的在顫抖 然後因為他們不是要先那個嗎 有那個 有一個很厲害的護理師 是這樣子有沒有 那一隻手這樣 然後還可以有沒有 咬那個橡皮筋 就綁好了 當手就可以 然後就你的那個血管 就跳出來了 他就是完全就是 你懂他在顫抖 而且懂他在害怕 就怕說萬一把你弄痛了怎麼辦 然後他這樣下去之後 然後就開始在找 然後插進去 然後我就看 沒有血 然後我就看著他 他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 我心裡狐疑 我說他是不是 沒有找到血管 好然後他說那個 我們這個 他說我的肉比較厚 那個血管看找不到 他說那我再幫你倒一下 然後我說好先天啊 就是插進去一次 然後就再插一次 進去 然後再看 血咧 還是沒有血 還是沒有血 你就是個沒血沒累的人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這個天兵護理師 我想說天啊 你兩次這樣用不到 然後說 是我皮厚嗎 還是這個 因為其實我自己 我都感覺我都可以找到那個 看到那個 他有個輕輕的位子 對不對 然後他就再下去 然後他裝作若無其事 然後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找那個 資深一點的人來 然後呢 就是真的我覺得 就是他經驗不足 然後 但是他們其實那個 實習的護理師 他們其實像那個 他有經驗嘛 就是他們其實呢 會故作鎮定 因為有時候會有醫療糾紛的 比如說我實習護理師 然後可能我擦很多次 你可能可以告他 或是可以說你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他們都會 就是如果是犯錯 就是裝鎮定 但是我們還是覺得說 就是我們就是 把這個手臂捐出來 因為他們總是要找到了一天 而且他們也 沒有找到的一天 練習的過程 要他們要練習 就是小的那個 菜鳥護理師 還是讓他就是多練習 那他下次可能就會有經驗 那我們不怕痛的 就多插幾次 抽血打針 你不要看字那麼簡單 血管非常非常細 一個針穿過去 穿過上臂 要停留在中間管腔 不能吃到 你吃到下臂 點一接點就漏了 就破了 你稍微歪一點 你從這邊吃 從旁邊又出來就破了 所以你要很準確的 到上臂 停在中間 那個是要靠一個手感 是 那個手感 真的不是靠什麼模型練習 什麼教育練習 對啊 就真的經驗 對 就真的經驗 我在當實習的時候 剛好就輪到一個病房 那個病房 我們俗稱叫VIP病房 就所謂的這個病房 都是單人病房 大家每個 每個職員的實習 輪到這個病房 因為職員有職員 要做的工作 打針 打點滴 換藥這些 那打點滴 就是我們職員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一年裡面 把你的技能 要訓練得非常成熟的時候 你訓練不做 大家都想說 我找資深的 那之前永遠沒辦法做 以前第一年成熟 以後就變成第五年才能成熟 那剛好一天晚上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病人 病人他是一個 我們醫學院的 退休的榮譽教授 好的 住在病房的 傅醫師 很客氣就叫我 你去幫這個 什麼某某教授 他針到齊 你要幫他換一個針 然後教授也很慈祥 但是也很震驚嚴肅 看看我 假醫師 要換針了 他就做好了之後 把手臂拿出來 就讓我打 那看他 他在打量我 看我這個技術 好像考試一樣 壓力好大 壓力真的很大 還沒有打那個 那個 薑醫師綁上去的時候 額頭已經在滲汗 真的 那個手感看起來還挺清楚的 我說老師 我要準備打針 好 你打 你打這樣 結果啪 打一打 有回血 可是就是沒有停下來 可能就往前再多戳了 那麼一幾個毫米 馬上就發現 一開始就回血 就噗 就腫起來了 脫掉 這怎麼辦 老師也當然知道 他給我更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看看他 他看看我 老師我要拔出來 快點拔吧 拔完之後 快點給他壓住 酒精棉球壓住之後 就重新再找 這個手勢剛剛打過 本來找這個 這又戳破了 找其他地方 找找之後 找手背 好不能找到一條 我說老師我打這條 我準備要找 更難打的手背 老師看看說 我看你找下一條 這個你打不上 我說 我能跟他變嗎 還是老師讓我試試看 我說好吧 我們就換一條 光找血管 就找了好久 是 找到後來真的是 那個額頭那個汗頭 快低下來了 後來我就說 我說老師這樣子 我說我去找我的同學 我們換個手機再打打看 我們換個人 他說好吧 那你快去找吧 壓力很大 壓力好大 就像我帶我媽媽 我媽媽年紀大的時候 那時候又去醫院 那一樣 你推著輪椅去 那我媽媽血管真的很 很難 很細 很不好打 那每次有一次 兩次打不好 我就看到 而且他們又認識我 以前那時候沒有戴口罩 沒有疫情 他們又認識我 對不對 就覺得很不好意思 壓力很大 我就看到他的臉 就是百般的那種 愧疚 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我說沒有關係我知道 我說我媽媽的血管不好打 我說你不要有壓力 真的慢慢來 慢慢來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體諒 對啊 模範家屬 是不是 不是 真的 所以我說家屬都要體諒 對 好不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還有什麼樣的狀況 機器烏龍好尷尬 是要看我胸部嗎 對 因為每個人都有 包括剛才打針 然後每個人都有很多練習那種事 那像我們在做這個 其中一個就是乳房超雲波 那我們以前在做實習醫生的時候 老師當然幾十個病人 那最後可能就留三四個讓你去做這樣 超雲波機器有不同場牌 然後上面那個案件非常非常多 很多可以調來調去 那然後我們就在做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哪些按鈕 我們要大概搞得清楚這樣 那當然也有先做一些準備 可是有時候老師臨時 叫你去跟那個整 那個機器又跟前面的不太一樣 結果後來有一次 我就在做的時候 我覺得我還做得還不錯這樣 當然就有點怕 手也在抖 但是做完之後 然後我還請老師過來看 他說這可以 然後就按影像 就覺得有擷取到 按定格請老師來看 老師都覺得不錯 看你做一個還不錯之後 後面他就去做他其他的事 那我們就把後面的人都做完這樣 後來老師說要打報告的時候 說為什麼通通都沒有資料 通通沒有影像 因為那個就是等於說 我有按定格 可是他沒有儲存進去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要儲存進去 所以老師要看著電腦打報告 完全沒辦法打報告 可是現在病人已經全部都衣服都穿 都出去了 出去了 都全部都出去了 這些病人已經躺在那邊 被實習生弄了半天了 然後再出去了 而且他也知道 因為我們都會告知說 我是實習生 那我們會幫你抓 老師會幫你看這樣 我一直以為都有做好了 那老師只是在複檢一下 以為我前面都有存檔 然後我們只要打電話去 然後請病人再回來 你還要讓他們拖 麻煩你再拖 再做一次 然後你知道其中一個病人 就問我說 你雖然是很年輕 但是你有這麼喜歡看我們的胸部 對 然後就很尷尬 所以老師那時候就說 你這個東西你一定要很確定的 你又把它儲存下來 不然這個東西 人家沒有辦法做後續的這個東西 病人等於來這邊全部都是白做的這樣 對 不過我們那時候為了緣 也是跟大家說 就是有提氣故障 然後那病人其實很符疑 就是說 真的嗎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吧 這樣子 我有一次做見解 然後我記得我那天是最早的那一批 就是要空腹 然後最後一個 好像最後倒數一兩個的療程 是那個運動心電 就是你要跑起來的這樣 然後 對 運動的心電 然後我就一直 就貼了很多東西開始跑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太棒了 跑完就要吃早餐了 跑完就要吃早餐了 這樣就跑得很開心這樣子 然後就是好像跑了 就是快要結束的時候 因為他會倒數 快要結束的時候 突然從後面衝過來一個人 然後就是表情很深色很慌張 然後意思就是說 就是沒有數據 就說怎麼沒有數據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傻了 就是沒有數據什麼意思 然後後來就是他們就說 因為剛剛我跑的那個就沒有抓到 我只有 我只知道沒有數據 我不知道他怎麼了這樣子 然後他們兩個就很尷尬 就在那邊討論了一下 然後那個檢驗人就說 小姐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點狀況 那可能要麻煩你再跑 然後我想說 再跑一次就再跑一次吧 我也沒什麼好怕的 那不然怎麼辦 你不跑完也走不了這樣子 然後就準備 因為他們準備要開始滑動了嗎 然後我在跑的時候就發現 後面進來了好多人 因為他們是接下來要跑的人 對 然後後來就是他們就說 要不然先進來等 先進來等 然後又一大早知道 大家都灰頭塗的這樣 跑跑跑跑跑 然後氣喘吁吁的這樣子下來 然後我下來的時候 因為他們大概也知道 剛剛那個機器就是沒有那個 所以我才要再跑一次 沒有偵測到 對 然後我下來之後 他們就這樣 跑完了這樣 然後我超喘的我就這樣 你們放心 我幫你們把機器都驗好了 他現在有數據了這樣 所以我有時候就是 會嗆事嗆事 因為我真的只有遇到過一次這一種 其實我們現在 如果去配眼鏡的時候 那個有一些眼鏡 他會開始就會推銷一些食品 例如像是葉黃素 然後他有一個專門的機器 就是在 就是你的那個視網膜有沒有問題 是 最近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那個機器 然後剛好也是遇到一個 就是比較之前的燕光師 然後他跟我講解 這個就是口條的重要性 就是他講解就是說 你要怎麼樣去做到那個 儀器要求的那個偵測 他是要看到一個黑色的一個陰影 然後他開始閃動的時候 你要按那個像類似滑鼠的東西 按下去然後他就會開始 重新再測一次 然後他講的就是 感覺有點不清不楚 然後我就說那是 到底是黑色的出來之後 要按還是開始閃的時候 是消失的在按呢 就是你會搞不清楚 結果那時候就是 他那個眼睛要進去 他一次測一隻眼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默默跟我講說 那個你要專心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 我那時候真的是測下去 我會覺得說怎麼這麼久 他怎麼還不閃 那也不動 然後我到底要按還是不按呢 然後我就在那邊真的是 就是因為也很累 然後我就在那邊 很努力的看 然後真的是 睡到就要睡著了 真的 因為你搞不懂 他到底什麼時候要閃 非曉得錯人 那麼年輕哪來非文證 對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還有哪些烏龍狀況 弄錯人有夠糗 到底誰要生產 對 這個真的是 一個很尷尬的事 這是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之前那時候是 我們主治醫師有一個 指電前症的孕婦 那我們就簡稱他 王曉明這樣子 王曉美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主治醫師 天丁零萬交代 說這個指電前症 然後他狀況比較不好 然後可能一上來的時候 就要趕快緊急排生產 這樣子 要趕快動手術 然後過沒多久 大概十幾分鐘之後 真的就有一個病人上來 我們就確認過他的身份 說是王曉美嗎 然後說對我是 然後我們就趕快把他推到 就是代產室 然後就開始抽血 然後檢查 然後開始問詢問 然後我們就開始問說 媽媽你現在懷孕幾週 你有沒有頭痛 你有哪些症狀 一連串問完之後 我就跟他說 那我們等一下要準備生產了 那你就看到你在 詢問的過程當中 然後那個病人的臉色 就從一陣糊疑 到聽到要生產的時候 他就大叫說什麼 為什麼我要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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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然後我們後來再問他 我就說那所以你上來是 不是就為了要生產嗎 他說不是 我是在門診 然後因為有點公縮 所以我要上來去看 我寶寶現在公縮的狀況怎麼樣 然後在講話這個同時 真的另外一個病人 從產房門口進來 然後就氣喘吁吁說 我是王曉美 剛剛主治醫師說 我要上來仔細做剖腹產的 然後想說 同姓王曉美同天 也太 太巧了吧 太巧了 會有 會有 所以現在大家去醫院看病 你可能會問得很煩 徐先生求您的大名 叫徐某某 是 求您的出生年月日 對 會問 然後繼續之後 醫生看完之後 轉過頭來之後去領藥 就說 徐先生求您的大名 出生年月日 這個就是怕 有些人這時候會同名 對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就更低了 真的 所以現在就為什麼要怕這種的 有時候有些搞錯 要確認 碰到這種同名狀況 你要親自回答 所以大家碰到什麼 醫院裡面一直 gratuit 一直在问 你就會不會很煩 其實這個也是為了大安心 再次的確認 嘿 feel free 因為病人弄錯的狀況 真的很多 我以前看過一個病人掛疾診室 疾診室有時 mer 能掛了好幾個病人進來 電腦上就有個名單 就列出來了 他看了之後 他就看 李懿小姐 我想還叫他進來好了 可是我點他的時候 有時候病犯牌 我可能就是滑鼠 再倒地患一下 滑掉了 叫號進來 這是叫 名字沒有錯 但是一點 點到下面那個臉 Lam 臉引並打個下面 Carne去了 减伤护士有血 所以这个病人来负痛 我问他说 哪里不舒服 肚子痛吗 刚好也是肚子痛 所以前后两个女的都是肚子痛 然后年纪其实差不多 就30岁上下 然后看到肚子痛 我就看看病例 有没有过往的病史 所以一看了之后 前面看了几次妇产科 为什么这个 所以我就问说 我说那你最近血糖 有在好好控制吗 他或者说 我控制血糖干嘛 我说医生都没有跟你讲 你这个血糖控制 是很重要吗 没有啊 没有医生跟我讲 我说不常跟医生 没有跟你讲 我说你这个叫 妊娠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 有多少比例在怀孕结束 它会变成永久糖尿病 讲了半天 医生我什么时候看过伤病 我说你现在不是怀孕吗 怎么我哪有怀孕 好干涉 对 这后到半天说 我刚才讲起来是这样子 那我说我请问 您是叫这个什么李小姐吗 就不对 他进来的 我叫李懿小姐 可是那个病例打开的时候 他又跳到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我一看 两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就 当然就直接道歉 重新把它点开 正确的病人进来 确认一下 你的大名或怎么样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肚子痛 吃坏肚子而已 所以像现在我们这个医院里面 对病人身份的辨别 非常要求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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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次做药 开刀的确认更 更复杂 更严格 对 像这些不管是给药 或者是开刀这些 都有比较严格的规范 但是实习医师来学习 有的时候在接触病人上面 就没有那么严格的规范 比如说平常我们做生理检查 听心音 听护医 这每一科都可以实习到 但来我们泌尿科 做身体检查 那只有来我们泌尿科 才摸得到蛋蛋 对啊 所以有一天早上 我有一个副睪丸的病人 我就跟学弟讲说 那你练习做这个理学检查 我们来 你先去看病人摸蛋蛋 那我就查那个 因为副睪丸发炎 要查他白血球指数 退烧了没那些东西 我再查一下资料 我才过去 就我过去 看到 这个副睪丸的病人躺在那边 学弟不在那边 然后他隔壁两床 学弟站在那边 然后我就去看 那个学弟在搞什么 就看到我那个病人 一脸尴尬的神色 看着我露出求救的眼神 然后学弟一直在捏他的蛋 我想说 这不是昨天那个 酥尿管结石收上来的病人 然后我就只好 硬拗说 如果我们酥尿管结石 卡在比较下面 要不要按摩 接近膀胱那边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疼痛 所以来做一下这个淡淡的 没有快 好了 好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那今早就赶快帮你安排 处理结石 学弟你先去旁边 去处理别的病人 病人来 是吗 是吗 还搞不清楚状况 好开战 很尴尬 来来我们看看外科外科 其实有时候外科医师 真的曾经被讲过 以前还不相信 就是被讲过说 你认不得病人 但是你认得他的伤口 你看到他的伤口 才会知道是谁 有一个病人 他是开甲状线 那因为前一阵子天气很冷 但是因为有时候 一个礼拜开刀的病人很多 你只进来 然后你会记得 这是开刀的病人 那因为我有开甲状线 跟那个消化道的问题 我就把它记成 他是穿开胆结石的病人 我们病人进来 我们会先做一些基本动作 然后我就变弄病 准备变弄病例 结果他一来 我一直把它记成 他是开胆结石的病人 然后我就说 那你进来床上 然后把衣服掀开 我们看一下伤口这样子 然后病人也很乖 因为可能我是他主治医师 也很乖 他明明是开甲状线 然后他就说 他就直接进去 然后下去 然后就把肚子掀开这样 然后我走进去看的时候 我就傻眼了 因为肚子没伤口 然后我后来就想到说 他应该是开另外假装线 我就想起来了 可是那时候怎么圆呢 我就说 因为为什么要看你这个 因为你开刀的时候 因为有贴那个导线 那时候觉得可能 造成你有一些破皮 我检查一下 破皮也要检查 你太信心了吧 破皮都好了 太信心 最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开刀 跟以前都不一样 以前不管开什么刀 很多引流管或什么 现在开刀几乎就是说 越来越少 我七点开完刀 七点半就可以正常洗澡碰水 不管胆结石 不管这个都没有引药 都可以正常洗澡碰水 都不用再换药 也不用盖纱布 所以才会让病人 穿着一个高领什么的 你就会忘记 它是这个地方的伤口 这种危机的应变很重要 对不对 不要造成真的别人的尴尬 那病人自己也想清楚 开刀几乎真的可以问一下 要说我也会脱衣服 脱衣服 我一直说 你去把衣服先起来 好 那明明是脖子 不是 因为病人嘛 他要检查什么 你开始想说 他可能觉得 他为什么看你的腹部哪里 他觉得可能是 他想再重复查 这很正常 有点专业的 破皮 前两年 我妈妈就是左边的胸部 有那个检查出来 那个纤维瘤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她的医生就建议她说 其实没事的话 就拿出来 还是化验一下比较好 反正是左边 那天做完那个 算门诊手术之后 就因为还有那个麻药 所以她这里还包了一点纱布 这样 所以她就 那后来那个护理师进来 就说 我要给你打点滴 那护理师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要打右手 那我妈就自己说 反正左手也不太能动 你现在右手又打点滴 就都不太能动 我妈说 你打左手好了 这样 那反正晚上巡防的时候 我跟我妈正好在看电视 然后那个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医生 先走进来 然后她走进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我妈 就是在拿遥控器 转电视 然后一边吃巴勒这样 然后她就 她就冲着我妈说 吕小姐你恢复得很好 你都已经可以活动了 这样子 她说手可以活动 然后我跟我妈同时 就露出那种 哦 是吗 对 我们不知道怎么 然后接下来 就是又进来了一个 比较资深的医生 她就跟那医生说 她恢复得很好 你看她刚刚都已经 可以转遥控器 又可以自己拿东西吃了 然后我们就想说 怎么了吗 这样 然后 然后那比较资深的医生 也是看看我们这样 然后她就 她就这样子看一下病例 她就这样 她就这样看看我们 就看看病例 她就拍那个病例 她就这样 实习医生就吓了一跳 实习医生就 然后那个 就是比较资深的医生 就说没问题 看起来我觉得状况是好的 那我们等一下 就是最后一班的那个护理师 还是会来检查 看看有没有要换纱布 什么 没有问题 今天看起来没有问题 就早点休息这样 然后他们两个就走出去 门一关 我就听到那个很资深的医生 跟那个 跟那个 很年轻的医生说 实习 医学院毕业了 还没有念书 看不懂字吗 是左手边 我妈是左手边 她一直看我妈妈右手在中 她说 规不得很好 真的吗 都可以转店下来 可以吃巴勒 规不得很好 然后我跟我妈一直在笑 因为我们俩同时 就是有一种 什么意思 你怎么会这样 这个其实每一个人 都是从这个菜鸟 慢慢地学习 到最后 就像这些都很知名的医师 对不对 知名的艺人一样 那当然 我们医生跟病患 还是一样的 多一点耐心 当然 这个double check 是很重要的 看皮肤 看皮肤有伤口 破皮的话 就是有问题 好不好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收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 快点选旁边的影片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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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